美国CDC4月21日发布了一份全国性的健康通讯 要求全美的医生注意儿童中不寻常的严重肝炎病例 阿拉巴马州的卫生部门称 该州已经报告了9个严重儿童肝炎病例 其中两个患儿需要进行肝移植 北卡罗莱纳州也发现了另外两个病例 医生并没有找到病因 也没有发现孩子们与有不寻常的东西接触过 阿拉巴马州公共卫生局的卫生官员表示 病例中的儿童没有一个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也没有一个孩子接受过新冠疫苗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这次的严重肝炎感染 可能是一种通常与肝炎无关的41型线性病毒所造成的 CDC指出 这种特殊类型的病毒已知会导致儿童呕吐和腹泻 以及类似于普通感冒的呼吸系统症状 CDC敦促 可能遇到病因不明的儿科肝炎患者的临床医生 考虑先进行腺病毒检测 并要求向州公共卫生当局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报告此类病例 美国交通部联邦公路管理局4月21日宣布一项新计划 计划将在5年内向各州和地方发放64亿美元资金 以帮助其减少碳排放 交通部表示 新计划将帮助各州制定碳减排战略 并缓解国家气候危机 各州可以使用资金为美国家庭扩大交通选择范围 帮助美国人节省汽油费用 4月21日 洛杉矶市检察官麦克福耶尔宣布 一家洛杉矶新冠检测公司被控提供伪造检测结果 该公司将支付2000多万美元的和解费 包括向在该公司进行检测的人退还500多万美元 赔偿金额将与消费者为检测支付的金额挂钩 并将在和解协议生效30天内发放 根据周三提交给法庭的起诉书 Same Day Technologies及其首席执行官 被控向数百人发送伪造的检测结果 告诉这些人检测结果呈阴性 但其实根本没有对他们的样本进行处理 起诉书称 Same Day承诺可以在24小时内提供结果 收费195美元 但这个承诺是虚假的 他们不能保证24小时的周转时间 超过500份检测结果被证实或怀疑是伪造 篡改或假冒的 在向法院提出的和解协议中 该公司同意支付2250万美元 包括超过960万美元的赔偿 以及向市和县支付近1300万美元 用于执行消费者保护法 洛杉矶县所有公共交通工具 包括公交车、火车、出租车和轿车服务车辆中 将再次要求戴口罩 该卫生令将于4月22日周五生效 该命令还将再次要求在机场和公交车站等所有室内候车区戴口罩 4月22日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签署总统令 宣布成立战后重建全国委员会 相关法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上公布 该委员会将由总理和总统办公室主任共同主持 委员会其他成员将包括副总理和各部部长 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等 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制定乌克兰重建和发展的行动计划 拟定改革方案以及相关法规草案等 此外 泽林斯基在21日的讲话中警告俄罗斯称 任何吞并企图都将招致制裁 将令俄罗斯像1917年内战后一样贫穷 所以现在最好寻求和平 他还感谢了美国的额外支持 以及西班牙和丹麦首相抵达基辅时给予的支持 4月22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期间 与会嘉宾相聚云端提出了缩小全球免疫鸿沟的未来方案 要持续研发和更新疫苗 确保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相关嘉宾指出 目前全球仍然有超过100个国家需要更多疫苗 疫苗生产商供应商应打破合作壁垒 快速扩大产能 使之成为真正的全球公共产品 扩大疫苗知识产权豁免 建立系统协商管理机制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 各国研发机构和监管部门应紧密合作控制成本 应加强国家与国际组织沟通 探讨疫苗高效供应流程 还应受人以余 供给疫苗同时向受赠国提供设备和接种技术指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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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